法院程序委员会蓝白提案 邀赖清德到立法院国情报告 针对民众党的版本 这个讨论事项就修正通过 让我们出乎意料 当然我们的底线 如果他们不同意 急问急答 我们也不排除 采取政党比例 来那个识问识答 连提案当事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尤其在场的八位绿委都没反对 或许看准退步 其实是向前 他们所提案的内容 我相信在核宪合法的这个前提下 赖清德总统候选人 应该都乐于到立法院 来进行国情报告 毕竟蔡总统任内没碰过这问题 因为过去八年 民进党占人数优势 绿应如今喊出别创宪政恶利 是否寻答 如何寻答 得依宪政规定要党团协商 但有个态度很明确 若是急问急答就免谈 赖清德到立法院国情报告 最快的时间点 传出很有可能就是就职的隔天 5月21号 到时候立法院的正门口 一直到议场就会铺上红地毯 而赖清德就会比照外国元首 由立法院长韩国瑜陪同走入到议场 而完成报告之后也会原路离开 若真成行赖清德将成为我国宪政史上首位前往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的国家元首 因为李登辉当年报告还是国大时代 因此立院也绷尽神经 秘书长就万来忙进忙出 但总务处很低调 尤其行程还没拍板 一旦确认就会跟总务部外卫师开会 不过据悉国安局跟保六总队已经开过一次会 忙着浇水放眼望去 一场花草树木刚修剪好 就怕不肖人士藏匿攻击 环境的维护本来就是例行的啦 毕竟八字才更一撇 朝野还有得吵 TVBS新闻无可言李国正年程学 留听听听听听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